好 大家好 今天有一个客户要求我们 呃 拿那个回收机的产品 回收机 来演示一下来演示一下啊 因为他说很多客户 呃可能还没看过这一款新款型呢 新款型的那个回收机 呃新款型跟老款型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看一下老款型是怎么样啊 啊这一款就是老款型啊 老款一定是很久在市场一定设计出来啦 好吗 这个是已经在市场每个人都看过了啊 那么这一款新款估计很多人也没看过 没看过啊 感觉像真公棒一样 真公棒是后面那个啊 他不是真公棒 他是回收机回收机啊 那么这一款呢 这一款呢 是型号是WK225 WK225型号 好吗 这一款 那么新款有什么特别 他有两个功能 两个功能 一个呢 就是回收功能 第二个呢 是打压功能 就是打pressure 啊有些顾客要查那个冷气系统有没有弱 这一款呢可以打做打压 打压就是test bracer 那个test bracer哦 那么这个有两个功能 呃第二点呢 这个新款式是专门 设计给日带国家使用 热的国家使用 好吗 比如说马来西亚啊 啊非洲啊 很热的国家啊 可以选择这一款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个老款式的呢 这一个款呢 因为他是整体设计在一架 呃一架的里面啊 包括什么 马达在里面 散热器也在里面 啊演变成他很热 啊他内部循环的话会演变成特别热啊 特别热啊 所以为什么他的散热器就在这个机器的后面 啊其他们造成你呃包住的感觉 你散热加上摩托的那个发热啊 呃热上加热 我可以说热上加热 好吗所以呢 热带国家这个新世纪的呢 使用这一个款呢 他把他的散热器 散热器加大看到吗 这么大 啊这么大 当然我们说我们回收小批的空调啊 小批的马力啊 啊这个散热器不用放在水里面 啊不用放在水 如果你是大型的空调呢 啊你要回收大型的空调的那个 gas 回来呢 啊你就要把这个散热器放在水里面更加理想 但是散热效果特别好特别好 为什么要散热呢 我们说 gas本身就是冷的 但为什么会变成热呢 所以我们要理解一下啊 这个回收机或者是压收机啊 他是啊有一个密封密封件必须要用一个 呃那个呃我们的biston啊去 呃 怎样说把它吸回来啊 要吸回来呢 经过就是一个挤压 然后挤压挤压的话呢 我们所讲的就会产生热量 热量这个摩托就会产生热量 所以你们的gas呢吸回来在系统里面 经过他的话就变成热啊 变成热 所以必须要散热 为什么要散热 gas的压力越高 空气指数就越高啊 里面的gas都变成空气 那个空气了啊 变成那个压力压力太热嘛 就变成空气 水分变成空气了 所以空气是特别特别的难回收 因为他没有重量 没有重量 所以gas呢本身是液体 所以我们要把压力变成液体啊 空气变成液体的话呢 必须要把gas本身把它冷却下来 然后把它冷却下来 所以散热是特别重要的 特别重要 所以散热是越大 你回收的速度就越快 啊这个大家能理解了哈 所以啊搞清楚一下 我们必须要把散热的那个 系统哦 啊那个四季做的 越好 你回收的速度就更加快 更加快 好吗 这台机器呢 也寿命 特好特好哦 因为他能够很快速的把工作做完 好吗 那么我们来 解释一下 怎样连接这些管路 看起来很乱哦 因为我们是用4-way的manifold 4-waymanifold呢 就会多一条管子 就是黑色的 看得到吗 黑色这条 一般是用2-way的啦 因为这一个manifold呢 是我展示的那个 那个挂在这里 就顺便拿来用了哦 来演示给大家看一下 啊这个没关系 一样的4-way跟2-way 呃都一样用 那么4-way有什么好处 顺便简单的介绍一下 4-way的好处是 我们把管路全部能够一次性的接在系统 呃真空棒啊 钢瓶啊系统 全部已经连接完成 完成以后 我们就做真空 那台就是真空棒 真空完毕 马上就可以加注 就是直接可以做进gas 我们进gas啊 就不会混 不会混在那个呃外面的空气跟 gas一起进的系统哦 啊一般的人就是说 2-way的manifold呢 我们必须要把真空完毕 他只有三个管子 黄色那条呢 就是接在坑真空棒 对不对 接在vacking棒那边 抽完了以后 是不是把管子要拆出来 接在钢瓶就是接在gas 啊这个时候呢就会 空气就会混混在里面了哦 混在里面 不管怎样的啊 你们有方式把 就是说啊用gas啊 把那个空气吹出来 我跟你说 没有办法的 空气还是会在里面 因为空气是非常的啊 非常的细的东西了 很细的东西好吗 你一开他就进了啊 怎么样的都会有混一点啊 如果又货费的manifold呢 就是他全部连接好 真空完毕 vacking完毕 直接加gas啊 直接进gas 这样的话就100%不会 混空气啊 空气就不会混到里面 如果你做到一个系统 完全没有混空气 混什么东西进去的哦 它的自冷效果会非常好啊 为什么 它完全是干净的 纯的了哈 就好像你喝酒一样 要纯的了 越纯 里面越干净 它自冷效果非常好 冷度非常不一样 很冰的那一种哦 所以对空调呢 也非常的好 空调的寿命啊 有一定的会影响啊 如果你加了那个gasin 有加了水分啊 空气会变成水分 对不对 这样子加进去 对空调的寿命 也有一定的影响 好吗 这个我们不要讲 今天我们来回来 我们怎么样做回收 回收这个 接法和操作啊 好 这样呢 我们没有钢瓶的情况下 用这个清清清洁器了 这个叫清洁瓶 来代替啊 这个呢 我们当的是系统 冷气系统好吗 这个接法呢 就是蓝色 直接接在系统上 冷气系统 红色这条也一样接在系统上啊 就是接在系统上啊 然后 黄色的是加在钢瓶 钢瓶啊 然后黑色的 我们直接拉到这个回收机 回收机的另外一头呢 这一边是吸 有看到吗 有不一样啊 这个里面有过滤网 因为我们回收的gas 有时候有肮脏的东西 他会这里 不会吸到钢瓶里面去啊 所以在这里 卡住啊 好吧 然后另外一头呢 是出气 出气 出气哪里呢 出到这个 散热器 好吗 出到这个散热器 散热器的另外一头呢 在连接在什么地方 这个也是清水瓶啊 我们当的是钢瓶啊 当的是回收钢瓶啊 另外一头我们就在接在钢瓶了啊 好吗 那么把所有管路呢 已经接好完毕 我们就可以做什么 做回收了啊 回收了啊 OK 我们现在把那个 低压的这个部分啊 把它打压 打压先 打压是说 意思证明说 它有空气 由于那个gas在里面啊 系统上有gas在里面啊 我们把它打去啊 什么叫打压功能呢 那我们也示范一下啊 这台回收器可以做打压的功能啊 我们先示范打压给你们看啊 然后我们就一起做那个回收的那个功能 好吗 OK 我们要现在要做打压 好 我们把那个 嗯 那个表法的那个 开关法 设定好哦 可以是打开 软次打开 好吗 我们先做打压的功能哦 看到吗 我们打压 那个表是当了哦 里面是说当着是那个gas 然后里面当时是有gas哦 我们先把系统加住完地先哦 好 过了 哦 它的压力就很高了 看到吗 啊 就我们当时是gas啊 这个是系统嘛 对不对 啊 演示也要演示对一下哦 比较真实一点 我把它锁着哦 这个动作是 就是要演示逼真一点啊 我们说系统上 会有gas哦 就是当这是压力 压力当的是gas哦 怎样把这些gas都回来哦 那管子把它接回去哦 好把管子接回去 好吗 管子一定接回去啦 那么要把这个压力 把它回收到 钢瓶里面哦 要回收到这个钢瓶里面啊 那么我们试一下哦 现在我们要启动了哦 把那个回收器开启 啊 把什么 低压的打开 黑色的打开 然后做回收 看到吗 啊 上次下了哦 嗯 看到吗 这里都会有气啊 发出来 可以收到这个钢瓶这个地方 好吗 可以收到这个钢瓶的这个地方 好吗 好吗 好 已经抽正供 就已经回收完毕 到底了 看到吗 已经到 底了 回收完毕呢 就把它锁住哦 OK 这个工作 就已经完成回收了哦 这把 回收器关闭 就这么简单啊 这个就是已经 呃 完成这个回收的那个 呃 工作了 好吗 呃 我们再示范一下打压 打压 是怎么样的情况哦 刚才有做点小动作打压 现在我们来呃 完全完全做一个打压的 那个 连接方式 还有操作是怎么样 好 把管子卸下来 比如说一个空调啊 有漏很小的咯 你查不到啊 那么我们可以打压 打压进气系统哦 去测查这个系统哪里漏 那么 那么打压呢 我们用高压 那么记得哦 做什么打压都要用高压 不要用低压 哦 压力不一样压力不一样 压力不一样 我们把红色的高压管 直接在这个打压的出口 啊 接在回收机这个出口哦 这个出口是出气嘛 这个是吸嘛 对不对 这样子把空气呢 打在系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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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先 啊 近一点看哦 好吗 那么我们就把 刚才开的都锁住啊 把高压打开 高压打开 高压打开 好吗 那么接好这个管路以后 我们就要开始打压啊 我们启动这个回收机 ok好了 他是自动停止啊 不是我关的啊 他是自动会停止啊 他的压力会打到 550 550自动这个回收机会有控制啊 他到550自动停止啊 自动停止 好吗 这样子打压 你就可以去查你的漏了啊 所以这个非常安全 非常的安全 也非常的好用 啊 因为他有两个功能 一个回收 一个是打压 好吗 这个就是打压咯 看得到吗 然后把气放掉啊 放了以后你看到吗 他又开始启动啊 然后我们继续再打 550又停止了哦 看到吗 550后他又再停止了啊 然后我们再演示一下哦 把压力卸掉 然后马上就位 重新启动 重新启动哦 直到550 直到550 他自动又会停止了哦 看到吗 550他自动又会停止了 所以这一台非常好用 非常好用 啊 这一台是叫无 无 无油了 不需要用到压缩机油啊 不需要用到油的 也不需要真空放油啊 这个是无油压缩机 无油灰缩机 啊 所以这一款呢 在日代国家使用呢 非常的非常的理想 非常的好用哦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